早了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韩国瑜 当鲁夫还在带领着草帽海贼团 在伟大的航道中前进冒险 面对各种恶势力 在西太平洋中的台湾岛 光头发财团的韩海王也载着草包准备出海 韩市长射出翻转台湾世纪启航的川云舰 一只川云舰,百万韩粉来相见 两只川云舰,笑跟郭董说再见 三只川云舰,民调直接被不见 但要超进化你就得失去一些东西 在选前一百天的韩总 选择彻底失去他拥有的记忆 变成一个更完美的国瑜 选举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我韩国瑜被抹黑到这种程度 我还没有开口骂过一个人 从来没有骂过一个人 只要是民进党,包括屁股的毛都还没长齐的那些议员候选人 所以我晚上在工作,我说一句不客气话 我不是用肉眼来看,我就用屁眼来看 非常非常小屁股 这非常窩囊,非常阴暗 这非常可恶 因为他爸爸妈妈真的不是 他太悲哀了 他奶奶的 我,我觉得我够了真的 国瑜说从来没骂任何一个人 因为国瑜要骂都是骂一群人 没有白纸黑字的合约韩总一律不认 你是不记得还是不想记得 我还没有开口骂过一个人 他不是刚刚才骂我的吗 敦意无言,敦意傻眼,敦意委屈再委屈 韩同学你可以不要再送枪给小英了吗 总统候选人位置让给你 还帮你把老郭踩下去 结果你站着毛坑乱喷塞 委屈也没有办法讲 我本来是不相信外星人的 但经过我缜密的推敲之后 只有两个结果 韩国瑜如果不是外星人派来统治我们的 那就真的是一个 只要两秒钟 滑鼠一到六下角 目前订阅351300 讲个笑话 老天鹅也没有酸过政治人物 空污 10月空污季来临 除了你呼吸鼻孔会多一圈鼻屎 环保署也会更新全台空气品质数据 结果显示西半部总共有29个侧占亮红灯 当我吓到想吸一口秀宴的骨关空气压压惊 打开电视却又插点气道滚过去 堪称饮料界红海的红泉国际集团 光是在台中工业区驻驻占地上千坪的工厂 每年生产超过61个瓶盖 是省人力 智能化发展完备都是底仗在上位者的正确决策 老英是一个非常灵敏又非常准确 公司假如像老英这样 这个公司这个方向绝对会是对的 省成本省到连道德都花完了 有空屋设备但把它当装饰用 有钱人的思想我猜不透 为了省空屋防治费 软报印刷使用的油墨溶剂 一朵就18年累计处理费达7729万元 政府说将依法裁处2020万元 乍听下来好像很多 但随手一查他们2017年的营收 新台币175.2亿元 整价很多 法管零头 别人的小孩死不完 台湾最不缺摆烂政客跟黑心厂商 人性最卑鄙的那一面都出来了 香港 香港持续了119天 高峰时超过200万人的反送中 要争取的只是当年共产党给过的承诺 那个香港人曾经傻傻相信的一国两制 现在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你不知道谁是香港第一位特首 也叫不出几个香港的历任特首 但请你记得他 林郑月娥 现任香港特首 是他默取了港警的暴力和实弹开枪 而他面对这些他应该要照顾的香港市民 选择了他的党跟他自己 今天早上 我召开了特别的行政会议 会堂行政会议已经决定 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定立一条名为禁止蒙面规例 其实社会上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的反蒙面法 规例将在明天 即是10月5日开始实施 这条法规出来香港戒业应该也不远了 香港教育局发行全港校长 要求学生 家长与老师 校内外都不应配戴口罩 这个拥有全世界最浓醇香雾霾的国家 不让自己的国民戴口罩 你是要让香港变成中国的HP空气清净机吗 工作很投入 很给力 一定要保重身体 万圣洁如果蝙蝠侠跟蜘蛛人出现在香港街头 抱歉了违法抓起来 当台湾有一群人在消费台独 另一群想着一国两制 统促党还跑出来乱要投共 你就知道台湾的台独精神 在史明走了之后就真的消失了 台湾政客要独立是假的 但香港人要革命的决心是真的 当晚港民集结宣布香港临时政府宣言 号召建立临时政府 身在台湾我们真的很幸福 香港加油 香港人加油 我的用意上天知道 百度 聊人情商要靠百度 搜寻事物要靠百度 没有Google 我们有Bito啊 百度是一家2001年创立的网际网路公司 专门提供搜寻引擎服务 号称中国版Google 但成功不再强而再久 现在百度也面临到大难题 以前我们都说 在中国有阿里巴巴 有腾讯 有这个百度 叫做B.A.T.啊 是 那B是谁 B就是百度啊 对不起 第一位哦 对 sorry 什么第一位 现在连十名在哪里都不知道 哈喽 拜拜了 在去年开两回的时候 总书记曾经提出过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 到底应该维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两个字 因为我这个人呢 其实不是一个就是特别喜欢搞关系的那种人 哈哈哈哈 一手成立的公司就这么消失 百度董事长现在应该比今年7月在台上被洗脸心情更差吧 你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就躺下吧 今天的特搜就到这里 土班的大家终于可以放假了 但香港追寻民主之路的辛苦还没办法下班 最后带来一段合唱影片 希望香港和香港人早日迎来和平的曙光 我认为香港人早日迎来和平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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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